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是玩得开心 关键是你了解我 我更多的来了解你 第一位选手上场之前 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我是爱名字来自哈萨克斯坦 13岁时候我就开始做摩托了 但是做摩的并不是我的最爱 我最大的爱好是吃 韩国菜 俄罗斯菜 泰国菜 日本菜 意大利菜 当然还有是中国菜 我非常喜欢吃奇怪的东西 我吃过靠蜈蚣 靠蜘蛛 我的目标就是 吃变全世界的奇怪的东西 我爱名字们 你好 爱名泽 你好 你好 身高有多少 一米七二 不管他穿什么样的鞋 他比你高的话 男生一定要有这种 阿Q的心理平衡方法 就是他不是在二楼 就是你掉井里了 这样会感觉会好一点 来中国多少年 我来中国已经七年了 当时来中国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学中文吗 了解中国 中国文化和历史 觉得中国特别厉害现在 是紧急发展 融资发展 比美国可能会和 他觉得中国将来的发展 要干过美国 OK 你说的非常好 谢谢 请募计 请募计 马上来了解下一位 即将登场的外国的朋友 请看 十一七二 活泼 开朗 人来风 一个是我 我就是耶国 在乌克兰的时候 很多朋友夸中国 说中国那么好 非常了不得 我就想 我就去中国 亲自去看看 一到了中国 我就爱上了这里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里的人 在乌克兰 陌生人不会理你的 但是在中国 你是哪里的 你这总文学的真不错呀 那你这中国吃了 有没有吃得惯呀 你不就在中国找个姑娘结婚得了吧 中国人特别热情 我喜欢 在中国呢 我可以做自己 很自由 所以呢 我就想留在中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耶国 哈喽中国 我来了 哈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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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欧哥 欧哥好 欧哥在这儿 不要冲那边 哈哈 耶国好可爱 我精神眼 欧哥那个我就在这儿 哈 哈哈 在中国这个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呢 我是从天津过来 我们也有一个节目 名字给你们特想 叫什么 叫哈喽天津 哇 哈喽天津 真的是 那看起来这是地方派的节目 因为我们叫哈喽中国 哈喽中国 可别小看我们天津 我们天津卫视 还真很厉害 有骂呀有骂呀 您要骂我要骂 要骂没骂吗 骂人呐不是 要骂天津话是有什么呀 所以你现在在电视台工作 对 你主要是从事 我是主持人 oh my god 看看 原来是陈唐啊 哎呦呦呦呜 主持人真是不容易 真不容易 家里不困难 谁当主持人 哈哈哈 好好 ok 所以将来以后准备在中国 在这方面 主持演艺界才好好发展 呃 其实呢 我有一个小梦想 什么梦想 我们想开一个国际性的这种茶楼 然后呢 把茶做成一个连锁品牌 对 全世界知道茶 都会知道斯里兰卡 都会知道印度 他们都不知道 真正的好茶在哪里 对不对 那太棒了 希望你梦想成真 到时候我一定帮你 好不好 我带一大帮朋友 不带钱就过来 带钱 我们要支持啊 要支持 要支持啊 好 再次欢迎叶果 欢迎 来 接下来是第三位 今天的同学 他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了解 我是王美玲 来自地里的 今年18岁 一年前 我在这 小人的期望来到中国 现在在中山大学 说是中文 以后 将几种家族做生意的传统 在中国和地路之间 精心外貌生意 但是 我最大的梦想 并不是做生意 而是音乐 以后 我想想期待在中国 在做生意的同时 继续追求我的音乐梦险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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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这个姿势 哦 特别棒 我 That's good OK 你确实有秘鲁的血统 还是 我也许是香港人 你身上是有中国血统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吧 可以啊 应该有四分之一吧 所以你看怎么会 看得那么亲切呢 来自秘鲁的南美洲 知道吗 哦 知道 你知道我们很会调舞吗 你可以教他几个舞步吗 对啊 你来吧 天哪 为什么 为什么无起眼镜 OK 我们找机会再核舞一段 我好像去练艺 掌声再次送给大家请您 谢谢 好了 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名字叫做 D.O.M. Doll 先来看一看 D.O.M. Doll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阿丹 来自美国 我现在在广州和两个中国朋友 开了一间产品自己工作室 出了工作 了解 还有什么是 那应该怎么购买的 更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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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掌声送上 好不好 所以将来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比较传统我觉得 我希望以后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女孩 一定要温柔的 温柔啊 嗯嗯嗯 那是因为外国女人她不温柔 她为什么会听到温柔这词 觉得很wonder 可是她从来没有温柔过 好 温柔 这个我们中国女孩一点都不缺 对不对啊 对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条件 1米7以上我觉得最好 那只有艾林泽这个高跟 天哪 1米7啊 但是1米7这个这个温柔 我1米6吧 我都没有1米7啊 这个温柔很高啊 我们确实没有觉得你很高啊 不是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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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等 我是说 来一起站一起站一起站 比如说她穿一个 你觉得我不高 你觉得我不高是吗 她很高 如果她有个高跟鞋算吗 像像像 我觉得OK 对肯定 可以哦 那1米68的女孩也可以 好 那如果这样不是1米68的问题 1米58的朋友可以努力吧 又怎样 只要30公分高的高跟鞋 你穿上 关键一点最主要是温柔有没有 哎 温柔我们不缺 高度我们可以弥补 对 OK 走 你有一个很好的Dream 安家立业好不好 来 好 把产品卖到全世界 顺便设计一双可高可低的高跟鞋 我们去设计一双好不好 喂 接待你 好 谢谢 欢迎 来 老规矩 政府比赛之前 我们要有个热身赛 热身赛是个什么东西呢 问一下现场朋友们 有没有参加过玩过一个叫击鼓船花的游戏 有玩过请举手 有听到过也请举手 哦 你们好棒 谢谢 请放下 有一次做这个节目我们现场的朋友 结果只有一个60多岁的大叔举手 居然没有听过 特别好玩 来 准备好小鱼以及四位同学 来 三 二 一 鸡鼓船花 开始 快快快快 快 它的节奏会越来越快 快 这个椰果 想玩人家 结果发现自己被玩了 这未必是一个坏事 椰果 因为你拿到了一个机会 来 看一看 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些内容 你会挑战哪一个 请看 一共有八大项 从绕口令 蔡自民一直到最后的 到底有多久和大冒险 你随便挑一个 我可以讲那个 到底有多久 如果他说的精彩 我们掌声足够热烈 马上送上奖品 说一说 你曾经碰到过的九世 好不好 有一次 演一部电视剧 有一个女生 是演我女朋友 还有一个角色 是她的妈妈 然后也是一个太太过来 我就说 您是 我是她的妈妈 我就以为她是 电视剧里面一个角色 是她的妈妈 我以为她是演她妈妈的 她实际是真实生活中的妈妈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呢 我就靠着她说 哎 其实我跟你女儿人喜啊 不错了 然后呢 我看她眼神不对劲 哦 你跟她干嘛 哦 我 哎 您是演她妈妈吗 然后呢 我是她真真的妈妈 而且我们真的有本习的时候 她也在 这个就很久了 因为她真的担心 我当天看你这样的人 她就是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算过关吗 过吧 过吧过吧 鼓励一下 过吧吧 谢谢 谢谢 观众给他掌声 你马上得到我们的 进家中食品有限公司 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归你了 OK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谢谢 好 好 击鼓张花 开始 又来了 不要停 不要停 快拿过来 哈哈哈哈 OK 哪名 你去挑哪一顿 拼成语 拼成语 来 请看大屏幕 一共有 二四六 七个字 七个字 其实好简单 现场朋友 你们一定马上就看出来 不能出事 不能出事 七个字 要拼出一个成语 四个字的成语 我看到耶国已经秀成竹了 咚 知道吗 你有答案了吗 嗯 还没有 艾明泽呢 嗯 嗯 嗯 OK 好吧 椰果 他们都很配合你 嗯 他们都是 哎呦好难 我们都不知道 可以来 美名交给你了 说出结果 椰果 落实出水 哈哈哈 差不多吧 哎呀这四个字似乎都对 对不对啊 对 只是顺序有问题啊 使出落水吧 哈哈哈 又错了 董 你来试一下 哎 我在想 有有有七个字 是吗 哈哈哈 你现在的程度是 刚刚认清有几个中文字 对不对 哈哈哈 好吧 好吧 OK 试一下 来 试一下 我觉得 打 打雨 谁出 哈哈哈 好像平时 吃雨又有有 有酱油 对不对 打酱油 对吗 对打酱油 对 打酱油 对不对啊 OK 所以 所以 鱼拿起来 打酱油 拿一根筷子 拿个之后 一打 在里面酱油冒出来 哈哈哈 打酱油 是这么来的 Oh my god 哈哈哈 OK 好有想象力啊 来 最后 哈哈 那个Dong 你快急死我了 OK 来到王美名 哎王美名 嗯 最后 搭水螺鱼 没关系 锦小鱼如果给到正确答案的话 你照样有奖品 你要不要试一下 可以啊 对了 这个这个跟鱼字是好像是没有关系的成语 但是 我还是擅长 OK 水落石出 班长 班长 毕竟是班长 好 好 但是你让我猜别的成语 我真的不行 但是这个已经够难了 对啊 其实我这套口 我一定要把这个机会给到他 也是为了挽救你们全班的荣誉 水落石出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问题水落石出 就会看出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或者会看得更轻这个情况 最后问题得到解决 叫水落石出 所以你的奖品问题 最后水落石出 也得到了济佳光的减特一份 好 谢谢 请做题 热身赛两道题过后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 中国大调查 OK 来今天我们进行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请到的是我们的演员 为大家进行精彩的演绎 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到 诶 咱们中午去吃什么 随便啦 诶 不过只要是你请客吃什么都好啊 行啊 不是吧小妹 你呀 老是吃别人的呀 小心吃别人的嘴软呐 哎呀哎呀哎呀 差不多了 反正每天都是你请一顿我请一顿的 相当于AA制嘛 唉 不知道 不明白 你们早上的工作都完成了吗 哎呀 随便了 我的工作很简单的 做一个报表 不就over了 不是吧 小妹 哎呀 你这样的工作态度啊 老板会炒鱿鱼的知道吗 哎呀 差不多了 每个月拿两千五的工资 干成这样 不错喽 哎 不知道不明白 你们的口头禅哪 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嗯 好 谢谢我们的演员 金属表演 OK 来了 题目 你们觉得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口头禅 是什么 三个选项 A 不知道 B 差不多 C 随便 OK 考虑一下 我们现场也可以考虑一下 你平时说什么样的口头禅是最多的呢 OK 好 来 四位 三二一 请选择 A我首先选了C 紧接着Dong和艾明泽也都选C 唯独王美鸣偏不信这个鞋 我就选A 这是我每天闻很多人 哦 这个好吃吗 不知道 然后 哦 好的 这个怎么卖 不知道 怎么走 不知道 很多人每天走 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不知道 OK 他身边的人 中国人对吧 就是更多说的就是不知道 来 你们身边的人都说随便吗 Dong 随便 我知道有几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可以包括很多意思 对吗 哦 一词多语 对不对 对对对 比如说 说什么情况下 你会听到他们说随便 你想跟我去看电影吗 啊 随便 哦 这是一种 基本上说随便 有隔壁的一个朋友 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 那个女孩太随便 哇 他太厉害 有没有 哇 一个 哇 你可真是很不随便的一个人 哦 一个是随便 一个是 他太随便 哇 我选戏不是因为中国人随便 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们态度不确定吗 他们就会说 啊 就随便吧 反正就随便 比如说他们在对什么事情上的 他都会随便 吃 吃的 啊 你想随便都吃 这个时候最懊恼的 就一起出去跟朋友吃饭 对 你要吃什么 随便 随便吃 那你要吃什么 我也随便 那我们吃什么 那我们俩都随便吃 你知道吗 我对这个状况 我有过一次比较彻底的一个行动 就是 服务员 来两份随便 哈哈 有一天我表姐问我 想不想吃那个 冰淇淋 冰花 我说 随便吧 他就给妈妈 我随便 那个 冰淇淋叫随便 我说 怎么回事 中国人都喜欢说随便就有那个冰淇淋 随便 就有随便排的冰淇淋 有有有 哦 哎 做个节目叫随便看 哈哈 不知道收拾情况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听到了 三位都选C 随便 一位 美名 他认为 他身边的人说不知道 其实你会发现 所谓的不知道跟随便之间 似乎也有某种关联 对不对 就是一种不确定 就是一种我不想表现出过鲜明的态度 我要什么 我就OK 都可以了 好吧 ABC 哪一个最高 来看 答案 C 58.3% 遥遥领先 三位选C的都拿到了 1000分 掌声给他们送上 这是咱们中国的调查数据 问一下 各位来自不同国家 在你们国家 大多数的人口头禅是什么 到 美国人的口头禅是什么 whatever whatever 我妹妹常说 比如说like like我今天去了 like 我爸受不了 我妹妹怎么说话 秘鲁人口头禅最多是什么 not say 什么意思 不知道 也有 可是也有随便的 也有随便 爱明泽 哈萨克斯坦的口头禅是什么 Betherbrood就是随便 也是随便 Betherbrood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问题有世界的共性 我再来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相信 整个人类都有这个共性 那就是爱情和婚姻的问题 都会碰到 但是中国人会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 老样子 我们再来欣赏一段 演员的表演 掌声再次 有请几位 怎么了 我爸我妈 成天催我结婚 结婚结婚 听我耳朵就出茧子了 老子 我现在 有家都不敢回 天天在这打发时间 悲催啊 婚姻啊 是爱情的向往 她就仿佛找到了方向 看见了光明 你看看徐志摩 她的爱情全部包含在婚姻里 说白了 结婚 就是因为爱情 你拉倒吧 爱情 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我啊 结婚都五年了 现在 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什么叫爱情 其实 结婚 就是为了全中接代 结婚是为什么呀 结婚啊 等你七老八十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 要没个伴儿 很孤单呀 有个伴儿 那叫老来伴儿 所以呀 我就认为 结婚 是老有所依 谢谢我们几个老师 结婚到底是这个什么 来 看一下我们的题目 请问中国人更多是因为什么而结婚 三个选择 A 传宗接代 B 因为爱情 C 老有所依 来 四位准备好 请选择 为什么是A 我看我顺便的朋友 有几个朋友已经结婚了 就是二十二十五左右 这么早 对对 这么早 因为什么 父母给他们压力 然后他们就早点结婚 中国大部分还是比较传统 所以为了有后代而结婚 好像是 OK 两位选B是为什么 没名 这两个人 那两个人 没名字 这一天 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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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我们再来 二十五 呜 我们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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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了这么一个环节 咱们中国你知道有太多太多我们所不了解的 比如说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有很多好多民间的能人 达人 有一些我们匪夷所思 闻所未闻的这种本事和记忆 都在这一趴当中会展现给大家 同时题目也会在这当中出给大家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非常厉害的 这个应该是跟音乐有关 但是它同时又跟某一种中国的国粹有关 我想问一下四位外国同学 告诉我中国的英文怎么说呢 China China除了是中国之外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对不对 对 对 就是大屏幕上 这是什么词器啊 清花词 来掌声给到耶果 不是 干嘛 耶果第一次 那还不知道吗 No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没错 清花词 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 清花词乐坊 我们有请他们精彩表演 来 有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青花瓷乐房 谢谢 他们把你一个人留下了 之所以叫这个名是因为跟我们的乐器有关系 对 跟我们乐器相关 我们这个乐器都是青花瓷 都是青花瓷 这是瓷的 对 这个是瓷的 青花瓷瓷器出来的声音呢就非常清脆 清脆 对 跟竹子跟这种木质结构的这种乐器做出来 在音字上是有根本的区别 那能不能用您的这个 青花瓷的笛子来一下 我们听一定有什么区别好吗 它就没有那种竹子那种木头的那种 木的震动的那种声音 后面这个乐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 这个呢就是管钟 很古老之前呢有那种边钟 边钟 但是边钟的 青铜器 对 那个是 这个是完全拿瓷器的 很清晰 要清一点 这是管钟 管钟 这个呢 这个叫瓷欧 差不多青铜器时代之后 那就要到 差不多在春秋展国之后 对 一点点啊 声音很小 一点点 算了 不演奏 这个东西 运输啊 演出都要特别小心 对对对 非常非常小心 但是这个你知道 瓷欧还有个好处 就是如果去到一个 钱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吃饭没有家伙的话 直接就可以用上了 好 我们掌声再谢谢啊 这个我们的 青花瓷月房的朋友 谢谢 谢谢 好 回到我们的这个题目 那我就想问 刚才我问 中国叫什么 China 瓷器叫什么 China 问题就是 请问 为什么陶瓷的英文 叫 China 三个选择 A 因为陶瓷它产自中国 B 瓷都昌南镇的音译 C 是从瓷器的音译转化而来 小鱼如果让你选 你会选哪个 我只是给到他们多一点考虑时间 他们会不会同学会跟着班长 你有可能解救了他们全部 有可能把他们全都带到沟里去 如果要你来选 你会选哪个 我 我是猜哈 班长是猜的 我感觉是B 你感觉是B 他感觉B Oops 我感觉不该说出来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D 是什么内容 D就是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 对吗 好多好吃的 所以大家就吃呢 吃呢 好好好 OK 好了 321 请选择 我的天哪 谁也没选 你们班长选的那种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人缘不好 主要是因为人品有问题 人品 什么时候的事 没有 没关系 没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看AACC 为什么 中国就是做那个资产投资的时候 特别有名 可能那个外国人不知道怎么叫那个 不知道怎么叫 因为他from China 所以就叫他China OK了解 你也是这个逻辑吗 呃 我选A 就是因为没有D的选择 叶果 你先来吧 为什么你选C 叶果 我非常失望 他们都不跟着班长 我觉得是正常 但是咱们是老朋友 你还这样子的 不是你说嘛 不说了 不说了 那个时候 哪个美国人能说出来那个名字 很拗口 我觉得 但是C 我是想象那个 就是那个情况是 它是怎么发生的 对啊 美国人说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瓷器呢 瓷器呢 What 瓷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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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瓷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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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is 瓷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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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哦好厉害 他塞不到里面去 因为中国的披萨的馅儿在当中 他带回意大利发现 我怎么塞不进去 算了 我放在上面吧 OK 这是很多的传说哈 意大利人会觉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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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披萨就是我们的披萨 跟你们的馅儿饼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回头到瓷器 金小鱼给到的B 没有人联会 班长 他们 好寒酸的感觉 OK OK 好来 AACC 到底从何而来 China瓷器的命名呢 请看大片母 小鱼 小鱼 Hello 你看 其实小鱼是正确 但是你知道吗 AA A 这更反映了人品问题 你都是对的 还没有人跟着你 我说的多灰醉啊 OK 掌声送给金小鱼 孩子吧 还有同学孩子吧 都可以犯错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都知道景德镇 但是景德镇是现在的叫法 这个镇 这个镇 在古时候 叫做 昌南 而昌南镇 根据当地的发音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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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叫出来 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OK 这个叫China 所以他from China 中国的China 是他辞去的 China之后而来 所以这道题目很长见识 没有分 但是 Who cares Whatever 大家都没有得分 掌声一起响起吧 没事 班长 原谅你们 没关系 班长是有包容的心 昌南镇 我们了解 结果我们相信很多中国朋友了解 哦 原来景德镇 之前很早以前 叫做昌南镇 好了 来回头再看一下分数 好像跟上一次没什么区别 好了 没关系 我告诉大家 如果这一趴没有发生变化的 下一趴你想不变化都难 因为下一趴非常的要紧 那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敢拼 就会 赢 两道题目 会一下子让你翻过身来 所有落后的人 也许做这一道题目 马上分数就拘前了 但是我们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会有多大的难度 来请看大屏幕上的大转盘 停 文字 4000分 当然 如果你答错了 请回头看看我们这位惩罚者 他手里有个大气球 里面有各种各样 我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液体 还是固体的东西 所有这些东西 会作为惩罚 降临到你的身上 我看得出他们 都有一点感觉太为难了 哇塞 甲骨文 多吓人啊 没那么吓人 甲骨文 基本上不是一个字 而是一幅画 它是根据那个字 像什么样子 把它画下来的 像形文字 好不好 OK 来 第一个字 3 2 1 请看 如果你知道这什么东西 按下你的抢答器 答对了 4000分归你 告诉我这是什么字呢 3 2 1 请抢答 椰果 要试一试 No wait 你们都没有按 他们有按 你是先按的 同学 哇拉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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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直 他现在不会懂 对 OK 大家你打我头啊 好 请回答 这个念美 美丽的美 念美 诶 Oh gosh 好吧 来看一看 答对了 4000分归耶果 答错了 狼牙棒的干活 伺候 准备 3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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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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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4 5 5 5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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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6 7 7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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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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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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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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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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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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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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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